你吃一半喔 他體力耗盡了 蛤? 體力耗盡了 沒了嗎? 哇 沒吃午餐不行 吃午餐 除了雪值好 跟又長又寬的雪道之外 多到不行的美食 也是想到就餓了 滑了一早上 來去港豆腊旁的 滑雪中心美食街 補充卡路里 一定要排隊點的 就是泡菜豬肉鍋 還有拉麵 因為即使是12月 東北的安比 還是有點冷 喝著熱湯 暖暖胃 也溫暖你的心 一定必吃 下午又補了一場雪 趕快沖沒壓雪的黑線 來消耗卡路里 因為是放射狀的雪場 各種超長的雪道 一路到山下不怕迷路 也夠你滑倒累倒 感覺沒有盡頭 記得別勉強 如果累了 就回飯店吃更豐富的晚餐吧 自助餐吃到飽很方便 幾個單點食物都很道地東北味 尤其現煎的牛肉 記得多吃幾塊 或是去白化之湯的串燒店 價錢不貴選擇又多 尤其肉質跟海鮮的甘甜 想到就非常懷念 當然不能錯過的 還有韜爾館的禮朝願燒肉 朋友多一起share的話 價錢也還能接受 他們的肉品都是調味過 吃起來有另外一種口感 是台灣絕對吃不到的味道 最後還有本館的七食魚 每一道都是東北的特產料理 吃進絕裡都很新奇 連日本其他地方都很少吃得到 不趕快預定怎麼行 換專好再來痛快滑雪消耗卡路里 讓你晚上吃更多 但我們沒進一步 我們不要再請問 迷你 你們… 我們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